大家好,我是Shenix,为了再来Elden Ring的游戏开荒视频 上期呢,我们应该是,或者说上上期吧,应该是打了这个碎星拉弹 应该算是一个主线boss,但是他打死之后呢,是 总之说他这个碎星的封印力量嘛,总之是解除了 但是具体解除到了什么地方,我是不太清楚 之前好像这边,应该是这个驿站街一级NPC是提供了线索 我也是找了一些相关的,包括这个大赐福,什么圆桌厅堂内部 以及一开始这个拉尼魔法师塔 相关的人,我是都问了问,发现没有什么对话的更新 直接的下一个NPC目标,应该是找那个狼人 但是我实在是不太清楚,他只是说是去找这个陨石坠落地点 但是这个地图我也没看见说哪儿,好像画了个陨石出来 之前总之是有大概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有点太大了 可能是这边一个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是朝着这个地方,看这个动画是像这个陨石在这么坠 但也并不是能确定说这个陨石坠的跟动画这个方向完全会一致 总之,我不太清楚 那现在呢,是这边,尤其是在当时把那个 他的大卢恩吧 这边呢,我想换一下 然后我估计就先暂时这个样子了 我接下来呢,想做的试验是 我使这边这个卢恩的什么大呀,大壶还是什么的 卢恩,湾壶,我复活的时候相当于是 会受到当前卢恩的一个效果 我想试一下,我这个东西就可以 就是激活的时候是可以复数存在的吗 另外呢,我也是想知道这边这个复活,相比之前那个所有的属性给5点 这个肯定是涨的 尤其是这个只是涨三个条 红条蓝条跟绿条 应该是可能比那边是涨 个涨五点要高 但是说收益有多好 是不太清楚 毕竟那边除了涨你条之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是 你的等级提高了相关的一些 抗性什么的也会提高 包括攻击力其实也会提高 所以说 就是一个 属于手的问题 你是想要更多的血条 还是说要有些别的什么东西 这 这人之间应该是挺厉害 呃 呃 这是一个Combustion吗 掉东西了 黑焰洗补修士好吧 这个6.6提供7.7你这个7.3也提供7.7 倒是强烈度高一点 但是我不觉得这玩意会吸引我 另外这边反正就是营火 你是复活的 好吧你是复活的 这个Combustion是可以编击的 我从上往下打有时候就打不到 这个就很恶心咱俩能来平地吗 我估计我可能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直接打你至少是平地 果然是Boss 出血很有用 升级的话现在要多少 这个2万多经验值感觉很尴尬 叫3万7 我直接在这刷这个这个怪可以吗 好 好 好 感觉还可以 为什么忽然开始玩命好评能不能等一等等我打boss的时候 等于是火星蝶 等于是这个怪起身后我的追刀是不能用蓄力攻击 他起身的他那个黑火焰的那个技能是速度6快 想提速结果反倒是中招了 你的这个武器能掉一把吗我想我想看看 另外我我可以用剑舞吧可以可以试一试 好吧我不知道他那个攻击打完后还有后续我不应该防御的 剑舞之后是可以接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攻击是一个连击 那是吧 00 00 好 不好使 见我之后能干什么呢 他的结束硬直太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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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人有点龙 听不见我吼 他他为什么这么 被升级了吗 这个战绩啊 就是平坎好使 好使吗 这个战绩至少之前 我看就是他的 可以看他对这个更容易 就是两段 他的破姿态能力还是蛮强的 我觉得可以可以利用一下 接下来这个boss我估计就 有点蓝 然后我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萤火 因为我的东西都不对 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圣瓶叫什么 圣不是圣杯瓶 圣杯瓶可以升级了吗 灵药瓶 这个恢复就没用了 你又活了 我活了 呼血很有用 咱们皮始终这个什么什么玩意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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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好吧我 你这个是 我天哪 你这是在赌我的操作 这个太太太流氓了 他这怪这么多血吗 我打了这么半天才这么点的 打给这么一样子 然后这个玩意就算了 总之之前好像没有试过 还是用这个 然后用 这个铁壁盾防这么想想 如果我用召唤的话 还是要这个恢复一半 还要好一点 我这个就换成这个吧 你们在打什么 是我死了 他们就不攻击了吗 他比起火 还可以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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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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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攻击 这什么东西 天哪 这什么东西 嗯 表情打死了 这超分生物一直在 一直在帮忙 实际上如果不打招 哇 这个怎么给这么多经验值 神皮使徒一套 这个战斗的BGM也是挺 感觉比上一个 那个什么拉坦的还要 这个人是 我这些招换生物 它的消失是一个 就是BOSS死了 为什么它不第一时间消失 上一个BOSS给了7万 这个给了9万4 爆起来还挺多 怪不得要说要 说什么用出血 这是传说级物品啊 走猎神奇大剑是吗 大剑 这把特大剑 但又是带双属性 哇 这是个什么 什么造型 女王黑焰 发动能使出追击 血量减少 倒是刚才那个BOSS 打到我身上 倒是类似于是带一个DOT的效果 持7.5的重量 信仰20 这个好像 速度要快很多 这双手的MUSET呢 这是三转吧 三转 是我的错觉吗 不是我的错觉 就是速度快 攻击力估计是要低 三个D的加成 而且带双属性 除非这一代是有改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 黑魂历代这个属性 你一旦带两的话 会被减伤率等于是分别减免 所以说 面板高 但实际上还是低 没有这种纯物理的武器要好 尤其是周末高了以后 女王黑焰 怎么还返回入口 不就 呼吸就是入口吗 好吧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边是个龙吗 那边是龙 之前好像是 这个下面总之可以过去 没有两条龙 现在的问题来了 那个 那个狼人在什么地方 狼人第一次应该是在这个 物林废墟见到他吧 我觉得可以再去这个地方尝试看看 他会不会 感觉不太机率不高 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还有什么 就是还有什么其他地点 把这个女王黑焰也可以试一试 就是弄出一些黑色火焰来 然后来一个重击是吧 地上感觉上是出些黑火 刚才那个小怪应该是使过 再次发动能始终追击 这感觉好像就是已经追击了 就是我只摁了一下 我什么都没有摁 我如果再追击什么 这个是追击好吧 就是我这个追击之后 我就没有再砍了 不过这个好慢啊 这么轮倒是快 但你使战机就慢 慢的太多了 老旧只剑 这个东西 2.2重量 败给了黑剑 好像之前是哪个NPC做任务 也是说这个黑键 4.1重量 5.1重量 这个背部还有一张脸 太有意思了 这是这个头的东西 这样没有用的东西都存起来好了 老旧直剑 我有了 这个存起来 拿到了好多这种双属性的武器 这也是要信仰的 我之前那个枪是不是也是要信仰 这是一个信仰 我其实现在可以洗成信仰号 但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依赖大顿的话 这个武器的力量加成怎么样 我不能 只加信仰 力气不够的话 还是主力气 然后信仰 这个是不是也是信仰 这也是一个信仰 等于是看 我倒是可以把这两个大树跟黄金戟变成我的主武器 但是好像也不行 我的升级材料不够 历代我感觉打到 我也不太清楚 现在是我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但是我感觉现在我只能买 一级跟二级的这个升级石头 有点 实在是我想 扩充我武器的类别是有点困难 这个小兵的头我有吗 没有 主性不怎么好就存起来了 这个 太重了 7.3 这也太重了 这两个应该是不同重量的东西 这边我有获得新的东西吗 没有 这个玩意儿 之前是打boss 所以不太清楚 强不强 但是至少我 射箭的人确实是很强 这个东西我想再试验一遍 看看有没有说其他的情况下是会更强 就等于是 这个物灵费 这什么情况 这个陨石是砸到这儿了吗 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图没有更新 就是说我要把现在我要把所有地图再重新探一遍 这有点可怕 这边地图没有更新 然后npc我去找 我因为是第一次在这遇见狼人 所以我想回去问问 你是不是在这 结果变成这么一个玩意儿了 这个太可怕了 那个商人还在吗 这边是物灵 现在都已经 林子都没了 商人在这个地儿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居然对这个脸前的大鱼石没有任何评价 5的重量 好像又起雾了 我以为是没有雾呢 实际上我还没有到这个物灵 之前这个物灵好像 那就等于是如果这个地儿我没有 之前没有探的话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我东西会永久的密子 我现在想在 哦 这还是物灵废墟 这个狼人还在吗 当然不在了 嗯 探图的后续 探图的后续是什么 诺克隆恩 说是地底的这个城好像有一个叫洛克隆恩 还有一个是他的什么 好像是姐妹城一样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 他说这个叛徒的后续是什么 有点没有搞懂 我觉得在这个边缘探一下 等于这边我他砸煤的这个东西之前也是这个样子吗 之前是 还有水 谷布 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现在就有点想法我想开个小号 我想看一下这个地儿之前什么样子 这边是海滩 说的海滩 我是想起来之前 这个地儿吧 这个海滩也是非常奇怪 有好多的血迹 就感觉上好像也有 类似于是隐藏豹子什么的 是没有 没有触发 想不开了 想不开了 前面需要跳跃 真的假的 我记得boss死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动画是好的小流星 然后一颗大流星 这个是那个大流星的着陆点吗 这等于是跟我之前预判的倒是差不多 我当时看着好像就有些流星砸到墙上 然后应该是这条路 那剩下的这些东西还会不会有 我不太清楚 我可能还是要再看一看 然后我看就是这个地方 我看的好像看的两颗是好像砸到这个悬崖上的东西 然后看那个剧情动画好像是在朝着这个大的黄金树 好像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大的黄金树 左边一个大的流星滑雪大概是朝着 总之是这个他的这个塔的附近 我只不太清楚究竟是哪个是那个 那是什么东西 叫城市 这游戏的地图总之是太可怕了 之前还有一个第二张图 由于是我第一张图没有探完 把第二张图都打完了 然后才发现的一个 一个那个NPC一个任务线 等于是我现在还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能第二张图还要都在在重新重新探一遍 我说是所有图都要重新探一遍 因为这个陨石是指杂一渴下来吗 这个地儿如果没有雾那就更好看了 我天哪 这边有洞穴 可以这样这是 来到什么位置 这什么东西 就直接到变成地下了 哇这个太可怕了吧 就等于是我 之前探的那个 是真的在地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一颗陨石 把这个 地洞 轰个洞 天花板出来 然后才能去去探索 好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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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失败了 这下边是不行啊 这个上边我还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那个上面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 他留言 我估计可能就是有人跳过去了 纪念一下 永恒之城 诺克隆恩 嗯 一瞬间怎么把地图给我显示出来了 给我一个萤火 我天呐 我天呐 好神奇 现在我才发现我怎么带着这么多的灵魂 白料银色泪滴空壳 听见了 水克浪的声音 谁给个留言告诉哪有 哪有营货 那个怪是过来了吗 那边那个怪鹅也在过来 哦哦哦哦哦什么情况 爱不高可以写拼 这点炮气就可能是回不来了 这房地儿是什么 我怎麼記得之前好像劍能 能走一樣 我覺得保險起劍 這個東西不能打嗎 還是沒有中毒 這個上面究竟怎麼過去 從那個地我跳下來 那個地不讓騎馬我不覺得你能跳那麼遠 還沒有梯子 好奇怪啊 只能是這麼前進了 怎麼回事兒 還有兩個平卡 這邊會跳死 怎麼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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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可以跳回来 但我没有见到其他路 怎么这么卡 哪个是钱这么多方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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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可以跳去 这个前面呢 没路了 啊这么多跳的时候会摔死 钱无危险然后这么多 这么多血迹 这两个东西没有见过的乖 我身上带的灵魂太多了 我稍微的让他们巡逻走 哎呦哎呀好烦 冰洞 有300多血 灵火箭 是他打的这个东西 30 40 65 我们给恶平 理智白肉干 不理智的肉干吧 终于有萤火了 这样看一下永恒之城 诺克隆恩 我想知道这个西弗拉河 好吧 这个安塞尔河是还有另外一座城 这下边好像我记得当时去好像有好多蚂蚁 这等于是这边这个是河 然后这个上面这些东西应该是他的城 然后这个地上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地图 还总之很奇怪的地图是给开了一下 这样这个就有意思了 就等于是我现在可以探这边 然后这个东西我没有探过 然后还有一个是整个这个全世界 这工作量有点大 但是说实话我是想 我想去做一做 主要一个原因是 我全世界走一遍的话 应该是主要的收益是这第二张图找事 因为是我第一张图 这南边这个岛 我是第二张图打完之后我才发现的 结果这个地方是有 好像是会触发一些任务 之后 第二张图都探完了 结果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密西行 管我要那个葡萄 然后南边那个这个领主 他的好像是指挥官吧 这个摩文城指挥官 他说要复仇 复仇之后去这个什么复仇者破屋 我猜应该是你正常 他的任务线应该是你把先打这个东西 然后在复仇的那个破屋 好像是 当时我是见到有好多的血迹 跟玩家的留言 结果我这边顺序搞反了 还清楚 这个人就是完全任务线是被 有搞砸了 还是说我还是miss了什么步骤 因为毕竟这个一开始还有一个管我要葡萄 那个人 那个人也是整个这张图都打完了 我才发现的 应该也是由于是这个我探索的先后顺序的问题 现在我要我在考虑我是要先打这个东西 还是说回去先把这张图打了 我其实有点倾向于我想先把这张图打了 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要尽量按照游戏的先后顺序来去探索 这个地下城应该是我不把盖利德的这个boss 应该是什么拉塔恩 如果我不把他打完 我猜应该是发现不了的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碎星 封印着星星的力量 还是怎么着也好 可能他死后应该是这个陨石砸了个坑出来 而且全世界我也不太清楚 会不会这些我已经探过的地方是又被砸了坑 有点纠结 不过我现在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想先把盖利德探了 探完之后 我要么是全世界在随便至少每个萤火传一遍 我是看看有没有这个附近有没有新的坑 然后而且有时候发现这个萤火 你在晚上好像是会出现好像是灵珠猎人 之前应该是这个席战者破屋是遇见过一次 然后好像是这个结缘教堂吧 也是在夜晚是遇见过一个灵珠猎人 其他的这些萤火也有可能是晚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现 可以那大概是这么一样子 我估计是先把这个盖利德探了 这边呢我出去看一眼 我想知道永恒之城 那边有个怪 可以骑马吗 我可以骑马 有没有马上就可以给我个黄金种之类的东西 没有 那边有好多手电筒 这个应该会淹死 排泄物 你怎么拿个盾牌 你就是纯防御吗 1230这个经验值有点多 登到13 好吧这样我随便看了一眼 总之是没有 那我估计就这个样子了 等于是接下来计划是把这个盖利德探了 盖利德的话 当时好像是探到了这个废墟 废墟之后呢 我是直接就 各位我就没有一点点探了 我现在是直接是快速推进这个主线 看到这个城 这个城还可以再探一下 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好多锁的门 这些索尔门现在这个boss 他好像是参加一个什么基点 死掉后 我猜是不是有 有新内容 这个魔法阵也是 也是值得一探的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有封印 不太清楚这个封印 会不会是 你这个boss死完之后 这个封印是不是消失了 还是我也要向上一个 那个卢 卢卡利亚 这地儿在哪 雷亚卢卡利亚 他这个地儿好像要一个钥匙 才能进去 总之是一些内容 我觉得先把这个 好像叫狮子城吧 可能下一步计划 先探这个狮子城 大概这么样子 我这个灵魂好像第一次突破了100K 总之下个下期呢 是升个级 然后是去开始盖利德的一个探索 大概这么一个计划 这期就落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 在这期见 我们下期见